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杨晓星 我是香港人 1998年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国际金融专业 毕业后我就留在广州 三年前我决定自己创业 我之前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了12年 其实前几年开始呢 随着粤港澳合作的加快了 其实很多企业呢 在境内外都会开始有不点嘛 就碰到很多朋友 就会问我们很多税务的问题 我们经常也会碰到一些就是外籍人士 他们就也会问到就是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可以享受那些优惠的条件呢 我们也有做一个小程序 可以方便他们去计算 他们在内地的一些所得税的税款啊等等的 我现在就是在天河区港澳青年之家 担任中和服务部的副部长 配合到一些新的政策 大湾区规划纲要出来啊 或者是新个人所的税法出来啊 那这些政策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去筹备一些分享会 大湾区现在都在鼓励创业嘛 一些港澳青年呢他们很想过来这边发展或者是创业 但是也遇到很多很迷茫的时候 我要是能够通过我自己的经验 跟他去分享一些创业里面 必然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 或者心态上面的东西 就是看到有一些过来人 他们已经原来已经在这里创业 或者是安居乐业的很好的时候 反而能够给他们一些更加充足的信心感 其实大湾区规划纲要出来以后 它里面也有提到嘛 要发挥国际化的一个专业服务嘛 其实我们的团队应该也在立足于大湾区吧 那坚定了我在广州开拓 继续开拓业务的一个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